來唷,各位大家今天心情好嗎? 現在有點天黑喔 而且這兩台車色又是灰色 灰色 然後跟你們介紹都會的小鋼炮 以及都會的小型車 就是SWIFT Suzuki 這台是都會的小鋼炮 它是SWIFT Sport 手排 日本原裝進口 這個是上一個世代的SWIFT 但它不是Sport 它就是都會的小型 正常版的小型房車 不一樣 而且你看喔 他們的灰也有不同 這個灰比較淺 比較亮灰 這個比較深灰 比較深灰 然後呢 如果你們 有想要買都會型的小車 像這種小車 以後在市場上就看不到了 就看不到 那如果你們資金有 資金充裕的話 你可以去買這種中古的 中古新款的SWIFT 那你也可以買小鋼炮 也可以買它正常版本 那如果你資金比較不足的話 你可以買它上一個世紀的SWIFT 來 鏡頭拉鏡一下喔 給你們看一下 新的SWIFT手排板 它的線條就做得很深邃 就是凹凸都很明顯 然後這個我都稱為它蓮花的 蓮花鋁圈 有點像福特的感覺 蓮花鋁圈 然後給你們看側面 它的進氣孔我就很喜歡 它前面的錢包桿 有點仿那個 反正文具就還蠻好看的 OK 再來側面 OK好 然後還有一個正面 OK好 它就是小台啦 然後在都會裡面好鑽啦 那它二手排 如果你願意叫跑山的話 這台也不遜色 就是這一台還不錯看 好 給你們看一下它正後方 正後方 好 給你們看一下喔 好 這就是它的 LOGO 來看一下它LOGO SWIFU SPORT 日本原裝進口的齁 好 看一下它後面的線條 還不錯看吧 感覺還不錯看吧 OK 好 這是這個世代的喔 然後這一款我已經介紹過 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紹 好 如果你想買小型車 然後資金有限 你又不想要買 YARIS國名車 每個出去都是YARIS小型車 或是說 每個出去都是本田的FIT 那我覺得這一台都會型的 那個SUZUKI也不錯看 也不錯看 來 我稍微帶一下 因為這一款車我已經有講過了 所以你可以去翻 再去翻我之前的影片 OK好 稍微帶過齁 其實這一款車子的話 它真的不太流行 就是說 它的設計沒有讓你覺得 哇靠 很前衛很先進 但是 你看久了 你也覺得它 也沒有很老氣 也沒有很老氣 所以這款車呢 其實也是不錯的 這款車 在市場上 二手市場 我不知道多少 應該也要二十幾吧 我相信也要二十出以上 然後 這就是我 對於 這兩個世代 SUZUKI的SWIFT 的介紹 這兩款不同世代 上一個世代 這一個世代 然後它最近又出一個 新款的SWIFT 但新款的 我覺得不好看 我覺得不好看 因為我不會買單 OK好 然後 這就是我的介紹 再給你們帶一下車頭 它的保感 真的很 很有殺氣 很帥 很有殺氣 很帥吧 就這樣子喔 掰掰 掰掰